和男朋友分手了 坐在老公车里一点情绪都不敢有 也不敢哭出声 以前谈恋爱不敢告诉爸妈 现在谈恋爱不敢告诉老公 终其一生都是遗憾 嗯 虽然我和周静安是夫妻 但其实也只有每年我们双方父母过生日的时候 他才会跟我一起回家吃饭 今天是我爸生日 周静安来接我的时候 我刚在电话里跟人闹了不愉快 但看见他后我还是收起情绪 坐进车里 想到今天回家是去见我爸妈的 和他关系表现得太差 爸妈会担心 所以我主动跟他说了好几次话 想要缓和关系 可周静安要么装作没听见 要么敷衍应对 最后我也没了耐心 干脆闭嘴 本来上车前 男朋友在电话里说要跟我分手 我心情就不好 现在又遇上周静安这个态度 我更加烦躁 好几次情绪上来都差点哭出声 最后还是憋了回去 眼泪没忍住 不小心掉出来了 我也只敢别开头偷偷擦掉 对着车窗擦眼泪的时候 周静安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他外面的女朋友打过来的 周静安毫不避讳 直接当着我的面点的接听 电话里传来他女朋友撒娇的声音 老公 我手受伤了流了好多血 你能过来陪陪我吗 周静安蹴了下眉 声音有些冷 今天有事 你自己去医院 老公我求你了 你来看看我好吗 你不来我真的会死的 昨晚是我错了老公 我跟你道歉好不好 求你了你来看看我吧 他越说越激动 声音夹杂着哭腔 但周静安依然不为所动 许师发现我在偷听 周静安转头淡漠看了我一眼 我赶紧看向窗外 假装自己没听见 下一刻却听见周静安答应了 在楼下等我 说完他挂断电话 掉转了车头 我难以置信地提醒他 周静安 今天是我爸生日 你别太过分 先过去看看 来得及 我冷笑着靠上一背 没再多说什么 因为说了也没用 他决定了的是 从来不会因为我几句话 而做出改变 以前他在外面乱搞 我都忍了 至少没有闹到明面上 闹到父母面前 现在他是不打算 给我留一点点情面了 找个路口把我放下 我自己打车回去 我冷声道 周静安假装没听见 一脚油门 直接飙到他女朋友家楼下 下车看见他女朋友手上 都快要愈合的伤口时 我差点气笑了 毫不夸张地说 我在家自己减指甲受的伤 都比他这个严重 但周静安还是把我丢在车里 陪他女朋友去药店买的窗壳贴 我看着他 耐心给他女朋友包扎 又体贴提醒 回去别沾水 一会儿想吃什么发给我 我定了 让人给你送过来 当着我这个妻子的面 和别的女人腻歪 周静安是真的一点不在乎 好了没 我看了眼万屌 不耐烦地催促 周静安没说话 但他的女朋友开口了 不好意思啊 秦姐 耽误你时间了 周总他担心我 所以一听说 我受伤就马上过来了 秦姐你别怪他 显然他还不知道 周静安接他电话时 开了免提 你知道哦 他点头 之前我在周总公司实习 听同事说起过你 小姑娘看着年龄不大 应该是大学刚毕业不久 脸上还有一股清澈的愚蠢 用的手段也幼稚可笑 跟周静安之前那几个比起来 简直不够看 我笑了一下 哦 没事 好心提醒他 他要是真担心你 今天就不会带着我过来了 带着老婆去见外面养的情人 这是只有周静安做得出来 上车后我问周静安 这小姑娘挺好的 年轻 新鲜 怎么就要跟人家分了 后视镜里 小姑娘还站在原地 看样子是已经哭了 周静安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吃笑一声 太黏人了 而且他不要我的钱 正值青春的小女孩 跟着一个有父之父 不要钱那就是要爱了 周静安很有钱 他对外面的那些女人 也从不吝啬 在一起的时候 要房给房 要车给车 唯独不给爱 不止对他们这样 他对我也是这样 所以刚才故意带我过去 是打算利用我甩了他 我瞟了周静安一眼 没再说话 周静安也不打算 跟我继续聊这个话题 他转而问我 什么时候带我 见见你外面那位 见我不说话 他又道 你不用瞒着我 我早就知道 你外面有人 有空带出来 大家喝杯茶 你知道我不会介意的 周静安确实不在意 我在外面是不是有人 但我还是不敢让他知道 因为我养在外面那位 是他最好的兄弟 二 我跟周静安从校服到婚纱 两家门当户队 又是直交 我们曾经也是 人人羡慕的恩爱夫妻 直到他养在外面的女人 找上门 我才知道他出轨了 那一刻我觉得天都他了 我跟他闹 逼着他跟外面的女人断了 周静安就真跟人断得干干净净 他还将人赶出了户城 可没几天 他就在外面又找了新的 我继续闹 继续以死相逼 周静安又一个个送走 再一个个的重新找 就这样过了几年 后来不知道是他觉得烦了 还是舍不得当时养在外面的那个 他跟我说 秦苏我们在一起八年了 对彼此太过了解 甚至我碰你后你会是什么反应 声音有多大我都一清二楚 这样的日子挺没劲的 不如我们试试活得自由点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只要不离婚 我们谁也别干涉对方 我不接受他的提议 周静安也没多说什么 他依然跟之前一样 在外面养着情人 只是不再避讳着我 甚至趁我不在的时候 将人带回家 我跟周静安闹得最厉害的一次 是我出差提前回来 撞见他和别的女人 躺在我的床上 我发疯似的将人往外赶 滚出去 滚啊 周静安说我是个泼妇 秦苏你这个样子 没有哪个男人会喜欢 他带着那个女人开车离开后 我才发现养了很多年的猫不见了 那个女人被周静安带回家时 被我的小猫抓伤了 于是他就将我的猫 从楼上扔了出去 在楼下找到他时 小猫躺在血泊中 身体都已经僵硬了 我打电话质问周静安 周静安 那是你跟我一起养大的小猫 你到底有没有心啊 周静安只是淡淡回了我一句 我陪你一只 当晚他真就找了只一模一样的赔给我 但我没要 也是在那天晚上 我在酒吧遇见了周静安最好的兄弟沈眷 沈眷跟周静安完全不同 他低调内敛 是圈子里公认的高领之花 报复心作祟 在目睹沈眷拒绝13次搭讪后 我一口闷了杯中的酒 壮胆上前 沈眷 好巧啊 我自然地在他身边坐下 他写我一眼 是吗 那晚发生了什么 我记不清 只知道第二天是在沈眷家别墅醒来的 我怎么在这儿 我问沈眷 沈眷换了深灰白色的休闲套装 腰上系着围裙 看得出他应该是经常健身 宽肩斩腰 光是站在那里就能引人浮想连篇 沈眷正处理食材 动作干净利落 昨晚你想睡我 我脸有些发烫 眼神也开始闪躲 等了半天 见他没有再开口的打算 我追问道 然后呢 沈眷闭眼看我 然后你就成功了 成功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说完 他将做好的早餐放到我面前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将就吃吧 之后我们再没有任何交流 直到我要离开的时候 沈眷才又问我 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疑惑 什么怎么办 他叹了口气 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渣女 昨晚上的事情 你不需要负责吗 我思考了一会儿 才看着他认真道 沈眷 你知道我有老公 那你昨晚还来招惹我 你跟周静安离婚吧 我不做小三 我抿了抿唇 暂时离不了 本来昨晚接近 他就带着目的 所以这会儿我说话也很直接 不行 你做我男朋友吧 老公是老公 男朋友是男朋友 喝算个的 行吗 沈眷气笑了 他打开门 请我离开 我以为我跟他就这样结束 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我突然接到一则陌生来电 沈眷应该是喝醉了 声音有些沉哑 秦苏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离婚 我放下手里的书 耐心解释 因为这不仅是我跟他的婚姻 还牵扯到秦州两家 那我怎么办 沈眷说话时带着哽咽 你先招惹我的 难道你不用对我负责吗 如果你接受我的提议 我会对你负责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我便一直没挂电话 等着他的回答 两久才听见 沈眷任命般的声音 好 我接受 之后我们一起出国旅游 去临市像普通情侣那样 牵手看电影 沈眷很乖 几乎随叫随到 他没再跟我提过 要我离婚的事情 直到有次 我出差途中出了车祸 三 我手机通讯录里 给所有人的备注都是姓名 唯独给沈眷的备注是男朋友 有次他玩我手机的时候 偷偷给自己改的 所以我出车祸后 警方根据这个备注 直接联系到沈眷 在医院里需要家属签字 打给周静安吧 我爸妈年纪大了 不好让他们大晚上过来 但在醒来时 我在病房里 第一眼看见的却是我妈 我妈担心地问了几句 等她离开后 递给我的菊半连菊落 都撕得干干净净 给周静安打了很多电话 他都没接 没办法 我只能联系阿姨了 哦 我该想到的 周静安嫌我烦 是不会接我电话的 之前他出轨我闹得太厉害 所以这几年 他接我电话的次数几乎为零 病房又恢复了安静 许久 我又开始昏昏欲睡时 沈俊才再次开口 秦苏 你跟周静安离婚吧 我睁大双眼 看向他 沈俊跟周静安 养在外面的那些女人不同 他平时很乖 也很省心 几乎没怎么再提过 让我离婚的话 怎么突然说这个 沈俊这才抬头朝我看来 我才发现 他脸色苍白 眼下有欲亲 眼睛很红 爬满了血丝 肯定是昨晚守了我一整夜 没休息好 我不想继续当个 见不得光的小三 我要光明正大的 站在你身边 我怕下次再遇到这种事 我连在你家属栏 签字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干着急 一遍遍给你老公打电话 我也不想你父母 问我是谁的时候 我只能说 自己是你的朋友 但是秦苏 我们根本不是朋友 我也不想跟你做朋友 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男人 此刻站在我面前 哭得难以自己 这次拒绝的话 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但我也清楚 我和周健安之间 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就离婚的 秦苏你想清楚 是跟我分手 还是跟周健安离婚 在你做出决定前 我不会再来打扰你 当天沈俊 处理好我在医院的所有事宜 他替我找好了护工 安排好了我每天的饮食 连我无聊聊看的书 他都替我放在床边 但那天之后 他真的再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四 每年我爸过生日 我妈都会给家里的阿姨放假 他平时很少下厨 也就我爸过生日 他才会亲自下厨 做一桌子我们爱吃的菜 周健安在茶室跟我爸聊天 我在厨房给我妈帮忙 吃饭的时候 他们突然说起 我和周健安读书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 你跟健安两人偷偷谈恋爱 我们两家父母都看出来了 就你们两人打死都不肯承认 我回想起那时候 不禁叹了口气 忽然觉得人生真是荒谬 读书的时候谈恋爱 瞒着所有人 不敢告诉爸妈 现在结婚了谈恋爱 又不敢告诉自己的老公 人中其一生都在遗憾 想着想着 我自己都想笑了 吃完饭 我跟我妈一起洗碗 她突然问我 在想什么呢 刚才饭桌还偷偷摸摸一个人笑 我摇头 没想什么 妈 要是我跟周健安离婚的话 你跟我爸会反对吗 我妈叹了口气 你跟健安婚姻出了问题 这是我跟你爸 其实早就看出来了 之前你没提离婚 我们也就不好多说什么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 看着我 我跟你爸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不管你想做什么 只要你自己想好了 无论怎样 我们都会支持你 离婚也一样 不想在一起了就离婚 别委屈自己 眼睛突然发酸 我吸了吸鼻子 如果我跟她离婚 两家利益就得分割 到时候爸的公司 可能会有损失 我妈用头碰了碰我的头 没关系 那是你爸该担心的问题 你是她女儿 她愿意抵你善后 苏苏想做什么就去做 爸妈永远都是你的后盾 话虽如此 我却依然下不了决心 五 晚上我和周静安 离开我爸妈家 车刚出我爸妈小区 旁边路上就突然冲出一个人 还好周静安及时踩了刹车 我惊魂未定 抬头却发现 拦车的人是白天那个小姑娘 周静安已经下车 她站在小姑娘面前 神色愤怒又不耐烦 不知道她说了什么重话 小姑娘已经哭了 我鬼使神差 降下车窗 刚好就听见小姑娘 威胁周静安 要么离婚 要么我们就分手 看着小姑娘哭红的双眼 我忽然想到了沈娟 白天我打电话给她 她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要么离婚 要么就分手 我说跟她离婚会很麻烦 沈娟撂下一句 那就跟我分手 反正你也只当我是一只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狗 跟我分手多简单啊 不过就是你情愫一句话的事情 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想到这里 我无奈叹了口气 周静安跟我不一样 她做事一向干净利落 要分手 好啊 分手费 我会让助理转到你卡上 但小姑娘却反悔了 我不想跟你分手 你跟她离婚好不好 静安我是真的爱你 我不要钱 我只要你 周静安冷笑 我要是没钱 你还会要我吗 小姑娘毫不犹豫地点头 会 但周静安不信 她冷笑着开口 你说会是因为 你知道我不可能没钱 但如果我真没钱的话 你看都不会看我一眼 你跟你前男友分手 不就是因为她没钱吗 小姑娘又羞又气 一巴掌甩在周静安脸上 这一巴掌 让周静安彻底失去了耐心 小姑娘还不死心 放软姿态拉住她 别走老公 我错了 我不逼你离婚了好吗 你别不要我 周静安闭了下眼 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滚 我是周静安的妻子 按理说她甩了 小三我该高兴的 但这一刻我的心却凉到了极点 周静安这人就是这样 对你好的时候 什么情话都能说 就像当初她追我的时候 什么海市山盟 信手拈来 我也曾幻想过 跟她幸福相守一辈子 但爱对周静安来说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今天嘴上说爱你 明天她就会把爱说给别人 说白了 她就是自私 她谁都不爱 永远只爱自己 和这样的人 以夫妻之名过一辈子 想想都觉得可悲 可怕 所以在周静安上车后 我第一次认真提出了离婚 你又闹什么 不是闹 我是认真的 我看着她 周静安 我们离婚吧 总得有个理由吧 因为刚才那个女人 我摇头 那倒不是 主要我养在外面的那位 也闹着要我离婚 她说她想上位 不然就要跟我断了 周静安脸色很平静 那就断了 重新找一个 我摆她一眼 周静安我跟你不一样 我挺喜欢她的 不想断 所以我们离婚 她觉得我因为一个男人 就要离婚 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秦苏 你别这么幼稚 养在外面的娃娃就得了 你知道我们离婚 会牵扯多少利益吗 周静两家的公司 都得动荡一次 王晓了说 都得至少损失几个亿 周静安点了支烟 我不喜欢烟味 她知道 却不会顾及我的感受 秦苏 她跟你闹 你给点钱解决掉 不就行了吗 如果你第一次 不会处理这种事情 我不介意帮你处理 不用 她不缺钱 而且是我舍不得她 周静安沉默了 你动心了 我点头 嗯 我们俩财产分割是很麻烦 都总要走这一步的 你忙的话 我去联系律师处理 你好文件 你看了再提出问题 怎么样 周静安没有回答 而是问我 你养在外面的是谁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这跟你没关系 当初是你说 各玩各的互不干涉 说完我解开安全带 下车 我自己打车回去 文件你好了 我再联系你 六 刚说完 后方就有车 突然亮起远光灯 我回头时 正看见沈卷下车向我走来 他看了眼周静安 自然地接过我 提在手上的包 刚才短信里说的是真的 我点头 刚才下定决心后 我便给他发了消息 只是没想到 他会直接过来 周静安看了眼沈卷 又看向我 别他妈告诉我 你养在外面的人 就是沈卷 我没说是 也没说不是 只对沈卷说了声 走吧 周静安却冲下车 拦在我们面前 秦苏 你他妈给我说清楚 你养在外面的人 是不是沈卷 我蹴了下眉 是谁重要吗 重要 周静安冲我吼道 我他妈可没找你闺蜜 周静安 你没找我闺蜜 并不是因为你周静安 是个多么正直的人 是我闺蜜 根本看不上你 让开 周静安没动 他上前一步 抓着沈卷的衣领 我他妈当你是最好的兄弟 你居然在背地里搞我老婆 沈卷微微偏着头 脸色很冷 他推开周静安 要不是你老婆 你以为你能攀上我 能从我这里拿走生意 要不是因为秦苏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做兄弟吗 这话不止周静安听了沉默 我也沉默了 车上我问沈卷 你刚才说那话 什么意思 沈卷写我一眼 字面上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咱俩以前认识 沈卷的表情 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时 却听见他说 咱俩初中做了三年同学 高中我也在腹中读的 文言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但记忆里的学生使气 沈卷好像并没有出现过 到了 我推开车门下车 要走的时候 沈卷叫住我 秦苏 什么时候离婚 明天我会让律师 去处理财产问题 然后再找周静安谈 他眼睛亮了一下 唇角勾着笑 确定了吗 是的 沈卷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 如果周静安不同意离婚 怎么办 我说他会同意的 沈卷突然下车奔向我 他拥我入怀 亲吻了我的额头 秦苏我接受的教育 不允许我插足别人的婚姻 回国后 听说你结婚了 其实一开始 我没想过要去打扰你 可是后来 我亲眼看见你的丈夫出轨 看见你一个人哭 我当时心都碎了 我看不上周静安的做派 朋友将他介绍给我的时候 我本想拒绝 但想到他是你老公 我又莫名其妙答应跟他合作 后来看见你一个人 在酒吧买醉 我几次都想上去跟你说话 让你跟他离婚 别再伤害自己了 可我又有什么立场呢 我们连朋友都不是 在你心里 我可能只是你老公的合作伙伴 仅此而已 没想到你自己 居然主动来找我了 你都不知道 那一刻我有多高兴 其实那天晚上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我骗你的 我只是怕你一走了之 之后我们又变成 两个完全无关的陌生人 你说你不愿意离婚 让我当你男朋友 那天你走后 我一个人哭了好久 我觉得你在羞辱我 哭完我就告诉自己 既然你不愿意离婚 那我们就彻底断了吧 可喝了酒 我脑子里就全是你 我扇了自己一巴掌 让自己别再想你了 但我忍不住 最后我还是给你打了电话 说我愿意当小三 我站在原地 任由沈娟抱着 听他哽咽着跟我倾诉 心里忽然堵得难受 又一抽抽的疼 我拍了拍沈娟的背 你才不是小三 不是说不被爱的 才是小三吗 你不是 沈娟将头埋在我井窝 秦苏 我不顾刚常 我没了自尊 我什么都没了 我只有你了 感觉到脖梗处温热的湿润 我有些手足无措 沈娟又哭了 他将我抱得更紧 秦苏你别骗我 别欺负我 气 之后几天 周杰安主动找过我几次 我知道他来的目的 所以都回绝了 直到律师整理好资料 我才带着文件 亲自去他公司找他 前台认出我 秦姐 周总在会议室见客户 我带您去他办公室等吧 不用了 谢谢 我自己上去 他还是热情地帮我按了电梯 坐电梯到顶楼 准备去周杰安办公室 等他的时候 却被人拦在门口 你谁啊 没看见外面写着 总裁办公室几个大字吗 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啊 想进就进 是张陌生的脸 我垂眸看向他脖子上挂着的公牌 上面写着 总裁助理几个字 原来是周金安新招的小助理 难怪急着甩了那个小姑娘 看来是又有了新欢 他声音不小 有人开始朝这边投来目光 有老员工认出我 赶紧过来拉起小助理 秦姐不好意思 他是新来的不认识您 您是来找周总的吗 他在会议室 您稍等一下 我点头 直接进办公室等周金安 小助理依然不满 他谁啊 为什么直接让他进周总办公室 秦姐是周总的夫人 你少说两句吧 怕什么 小助理透过门缝 瞟了我一眼 故意提高了声量 谁不知道周总跟他老婆感情破裂 难道周总还会因为他责怪我吗 我笑了笑 心里想着 反正都要跟周金安离婚了 没必要去跟他计较什么 没一会儿周金安进来 这段时间我找过你好几次 你都说没时间 现在怎么有空过来了 他语气热络 好像我们真的只是普通夫妻 我没跟他客套 直接将离婚协议和财产分割的文件放到他面前 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小助理端着咖啡进来 周总 你的咖啡 办公室里明明有两个人 他却故意只端了一杯进来 周金安不悦地皱了下眉 将咖啡端到我面前 你以前挺喜欢喝这个 尝尝看还是那个味道吗 我还没说话 小助理就又将咖啡端回周金安面前 他咬着唇 委屈道 周总 这是人家特意给你准备的 说完才转头问我 秦小姐想喝什么 我礼貌笑了下 不用了 就几句话 我说完就走 现在可以麻烦你出去吗 我跟你们周总有点事情要说 小助理年轻貌美 没眼色 没情商 能当上总裁助理 不用想也知道靠的是什么 他瞪我一眼 依然不肯走 直到周金安开口 让你出去没听见吗 小助理红着眼走了 周金安尴尬解释说 他平时不这样的 挺有能力我才会留在身边 不知道今天脑子抽什么疯 大概是把我当成了假想敌 周金安拿文件的手顿了一下 你不喜欢 我等会儿让人事把它处理了 不用 我看着他 我喜不喜欢不重要 反正咱们也要离婚了 我将离婚协议摊开 这份是财产分割的文件 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来 婚后你购置的房产都给你了 你爸妈送我的那几套小别墅 我已经让人办理好了过户 都算你的 周金安没去看文件 而是问我 一定要离婚吗 是的 他靠在椅子上 抬眸看向我 但我不想离婚 秦苏我们没必要走到这一步 怎么没必要 我脸上挂着笑 周金安 我已经忍了你很多年了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没再发现你出轨的时候 第一时间跟你离婚 周金安可能以为我还 只是像以前一样 在跟他闹 等他对我妥协 他问我是因为刚才那个小助理 我马上让人事开除他行吗 说完他已经接通内线 交代人事开除小助理 见我看着他不说话 周金安又问 还是因为之前那个小姑娘 那个我已经跟他彻底断了 你没必要因为他跟我闹 不是因为任何人 我平静道 我只是单纯不想跟你再纠缠下去 我只是想跟你离婚 仅此而已 秦苏你放屁 周金安将桌面的东西摔到地上 不是因为任何人 你他妈就是因为 沈卷那个畜生才想跟我离婚 他突然起身冲向我 将我按在沙发上 秦苏你爱上他了 你怎么能爱上他 谁允许你爱他的 我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别他妈跟我发疯 我推开他 起身 既然你不想签字 那咱们就走司法程序 吧 参加完一场活动 出来的时候没看到司机 我打电话给他 司机说他老婆马上要生了 不好意思啊秦总 我现在再去医院的路上 晚点过来接你行吗 我叮嘱他注意安全 今晚好好陪你老婆吧 我自己打车回去 刚挂断电话 沈卷的车就停在我面前 上车 我送你回家 路上他问我 先吃点东西再回去 好啊 现在是吃蟹的季节 我们点了一份清蒸蟹 沈卷的手很好看 包蟹肉的动作行云流水 十分赏心悦目 我没忍住多看了几眼 他将放着蟹肉的碟子 放到我面前 我有些不好意思 谢谢 其实我可以自己来 沈卷笑了一下 手上的美甲刚做的吗 我点头 他说很好看 我心脏猛跳了一下 脸颊忽然发烫 立即转移了话题 你说你之前是腹中的 我怎么没印象 不止我没印象 那天回去后 我问了好几个同学 大家都说没什么印象 只在腹中读了高一 之后就被家里送出国了 难怪 吃完饭 他将我送到家 要进去坐坐吗 我问他 沈卷轻笑着 看我的眼神 像一堂画不开的浓墨 你知道你这话 对成年男女来说 意味着什么吗 我眨眨眼 别开头 故意不去看他调笑的眼睛 等你离婚了 你让我搬过来住都行 现在就算了 沈卷话音刚落 就听见身后 有人叫我名字 是周靳安 你们俩为什么在一起 我住的这处房产 周靳安从没来过 想不通他今天 为什么突然过来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秦苏 今天他妈的是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在你家门口 等了你整整一天 结果你他妈 跟别的男人出去了 跟周靳安结婚这么多年 之前结婚纪念日 他从来不在乎 也不会回家陪我 看着他现在在我面前 这副跳脚模样 我恍然 原来以前我跟他闹的时候 样子这么丑陋啊 还好 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他了 也不会再因为 他今晚睡在哪个女人床上 而跟他生气大吵 等他发完疯 我才开口 说完了吗 说完了的话 就请离开 周靳安会乖乖离开就怪了 他伸手来拉我 却被我身后的沈卷挡开 周先生 说话就说话 别动手动脚的 周靳安气得冷笑 这是我老婆 你管不着 没事 很快就不是了 沈卷腻着他 神态淡然 沈卷 你他妈还是人吗 周靳安准备动手的时候 被我拦住 你闹够了没有 周靳安 如果你今晚不想去警局 过夜的话就请马上离开 毕竟秦州两家是市交 最后我还是只叫了保安来 将他拖出去 耳朵才终于清静 我回头看向沈卷 他低垂着眉眼 神色黯然 像只受了天大委屈的无助小狗 全然没了 刚才面对周靳安时的 无畏和淡然 怎么了 沈卷声音也变得低哑 刚才他说你是他老婆 一句话就将我记得溃不成军 他扯了扯嘴角 笑得比哭还难看 什么时候才能像他那样 理直气壮地告诉那些 寄予你的男人 你是我的老婆 沈卷身量高挑 我需要点着脚 才能勉强够到他的发顶 揉了揉 我轻声道 快了 就 周靳安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所以周末我挑了个时间 去拜访他爸妈 跟老两口说清了 我和周靳安的情况后 我将准备好的文件拿给他们 周富看了文件后 试图挽留我 秦苏 你和靳安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为什么就非要离婚呢 咱们这种家庭 不像普通人家说离就离了 这牵扯到我们两家的利益 牵一份动全身的道理 你是懂的 我笑了下 但人这一辈子 除了钱 总得追求点其他的东西 爸妈 他在外面有人知识 你们也知道 如果他一直不同意离婚的话 我就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到时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所以今天我才来找你们 希望你们劝劝他 刚说完 周靳安突然从楼上冲下来 他撕碎了我带来的文件 我说了我不会离婚 秦苏 你想跟我离婚 然后跟沈卷过 你休想 他情趣很不稳定 冲上来抓住我的手腕 秦苏你是在报复我吗 报复我之前出轨背叛你 你成功了好不行 我输了秦苏 我他妈不想跟你离婚 我爱你 我离不开你 你跟沈卷断了 我以后也安分地守着你行吗 咱们好好过日子行吗 秦苏 我一根根掰开周靳安的手指 不行 叔叔阿姨 麻烦你们好好劝一下他 如果不行 下周一 我这边就会将材料交去法院 周母问我 秦苏 离婚的事情你爸妈知道吗 知道 他们说尊重我的决定 他点头 那行 是周靳安对不起你 你放心 我会让他签字的 我要离开的时候 周靳安还不死心 他拦着我不让我走 秦苏 我错了好吗 我知道错了 你给我个机会好吗 我甩开他的手 之前我给过你很多机会 周靳安 你记得有次你跟人在酒店开房 他把你们睡在一起的照片发给我 我去找你 结果被你推倒那次吗 那时候我刚知道自己怀孕 我想告诉你 但还没来得及说 孩子就没了 我摔倒后跟你说过 我很痛 让你别走 但你那天头都没回一下 周靳安瞳孔猛缩了一下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 他没再来拦我 走到门口的时候 周母一巴掌扇在周靳安脸上 周靳安 你还是不是人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 跟你爸年轻的时候一个模样 他父母一直很想抱孙子 可惜孩子被周靳安亲手杀死了 十 从小区出来的时候 碰见了以前高中的同学 之前读书的时候我们玩得挺好的 只是后来渐渐断了联系 前几天听以前的同学说 你在问沈隽的事情 我点头 嗯 听说他之前也是附中的 但我没什么印象 所以找了几个之前的老同学问问 文言他有些惊讶 你忘了 沈隽跟咱们做了三年初中同学呢 高一的时候他就坐在你后面的位置 只不过他那时候有点胖胖的 后来他突然就出国了 秦苏你想起来了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似乎有点印象 记忆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长得胖胖的 很害羞 一跟他说话就脸红 他以前挺低调的 在咱们班也没什么朋友 都不知道他居然是沈家的人 不过他现在混挺好的 长高了也变帅了 自己还开了公司 秦苏你想要他的联系方式吗 他跟我老公有合作 我可以找我老公帮你要一下 我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了 谢谢 简单聊了两句后 我跟他道别 刚走出两步 他又回头叫我 秦苏 嗯 怎么了 还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我不禁疑惑 你说 以前我跟沈卷是邻居 他出国前给你写过一封情书 让我交给你 但是我不小心弄丢了 后来你跟周建安在一起了 我就没再提过这件事 抱歉啊秦苏 我是不是给你带来麻烦了 我摇头 没事 都过去了 十一 我拿到离婚证的那天 沈卷表现得好似很不在意 但那天他勾起了嘴角 一直没有落下过 看完了吗 看完了还给我 沈卷偏头看了我一眼 和尚离婚证 装进了自己口袋里 我想去拿出来 却被他趁机拥进怀里 真好 什么真好 听起真好 风也好 你也好 说完他俯身吻在我额上 你最好 沈卷眼神浅犬 他一次次吻我 从额头到眼睛 鼻尖 最后流连到我嘴唇上 蜻蜓点水的吻法 浅长折止 我心脏狂跳不止 大脑空白 一时忘了所有动作 只能由他为非作歹 直到一滴眼泪落在我眼窝 秦苏 现在我可以追你吗 沈卷眼瞼湿润 黑眸似能将人吸进去的黑洞 我勾着他的脖子 点脚吻上去 当然 不然